Namu Aami Dha 喜登席并为恋佛亲力圣境 这是喜登席的妹妹许树兰所口述 我的哥哥喜登席 平生从未学佛恋佛 可说是一个对佛教一无所知的人 然而他往生前的几句简单的话 却让我相当震撼 让我全身毛滑为之悚然 同时也让我对念佛必定往生的道理 生起绝对的信心 自从迦雄罹患甘癌之后 我便很关心 因切地劝他多念南无阿弥陀佛 并且要全心依靠阿弥陀佛的加持秀度 但是每一次见面 我都看不出他有在念佛的样子 更不用说精进的 因此我都会关切地问他 有念佛吗 他都会回答说 有阿弥陀佛 往生的前一天 我去看他的时候 同样关切地问他 有念佛吗 他依然回答 有阿弥陀佛 接着又说 叫做世界地上都是黄金 这句话令我为之一振 因为贾雄是天主教徒 平生并未学佛 也没有听闻过进土的教律 当然对于极乐世界 种种庄严是不知道的 怎么会说出这种话来 难道阿弥陀佛已经先接引他 亲临极乐了吗 为了求证事实 我接着问 你有看过吗 你有看过吗 没有想到 他疑惑地反问我 难道你没看过吗 难道你没有见过吗 这句反问更让我非常震撼 依他的想法 我归依吃素 学佛念佛 感到场文法共修 已经好几年了 他才念几天的佛 都有看到了 难道我没有看到吗 而且嫂子在旁边 就顺果说 真正 你怎么不拿一桶回来给我呢 家兄立即 坑枪有力 回答说 只要你到极乐世界 你有什么 就有什么 最后这句话 更是如雷灌顶 令我 毛髮直述 由此肯定 家兄 必以亲临激烈 否则这几句话 是讲不出来的 家兄 自从 病重恋火 到往生 只不过是 短短的十五天而已 而且他的练火 只是想到就练 没有想到 就没有练 并没有规定 固定一天 多少数目 或多少时间的精进练佛 这样子 依然能够往生极乐 由此证明 不论何人 只要怨生之心 随个人之根基 随个人的因缘来练佛 都能够往生极乐 这就是善导大师所说的 众生称念 必得往生 而他的往生 便是这一句法语 最佳证明 因为往生 是弥陀事严 当然 同时也是 世尊经口所说 更是 十方诸佛 共同正成的 无量寿经中说 弥陀事严 欲生我国 乃至识念 若不生者 不取正诀 又言 我若成正诀 礼名无量寿 总生文此号 举来我差钟 世尊正言 祈活本愿力 文明欲往生 皆是道彼国 自治不退转 所以尚人在最后 护上诗迹说 妹 曾就凶 往生 凶 曾就妹 信心 临终 喜登堡地 将来 广度群盟 最后 最后 这一位 许书然 在民国 一百年 上人 坐下 替度 他的法号 上进 下满法师 喜登席 还在病中 昏迷的时候 就已先 到极乐世界 巡礼一趟 熟悉的 极乐世界的环境 人 虽然躺在病床 神是已经在 神游极乐了 所以说 佛者的时候 已经与极乐世界 没有距离 南无阿弥陀 滑